监察委员洪一章的儿子遭人暴打 左眼视力严重受损只剩下0.1 日前洪姓男子跟朋友开车经过台北市市林夜市 恰巧就遇到了曾经有过学习的黑帮分子 结果监委的儿子不但是当街呛响 还扬言要对竹连邦大哥的亲子不利 对方非常的火大 拦车烙人 把监委的儿子拖进了屋内一阵痛殴 而警方现在收网抓人 这才发现嫌犯对外打着市林夜市自治会的名号 私底下收取保护费 甚至贩毒暴力讨债样样来 跟警贺枪实弹来到市林夜市的自治会 因为这里挂羊头卖狗肉 实际上是黑帮的堂口 贩毒暴力讨债做的坏事样样来 坐在沙发上乖乖就呆 他就是竹连邦育人会的分子 这回被警方盯上全因作风太嚣张 时间回到半年多前 白衣男子被一群黑衣人团团包围 随即被人一拳撂倒在地 坐在路边哀嚎 而他的身份竟然是监察委员的儿子 监委红一章2020年获提名出任 但他的儿子却经常在外惹事生非 去年底摊好友开车行刑赤林夜市 潮玉曾有嫌隙的竹联邦育人会成员 但他开口挑衅对方 更扬言对大哥的女人不利 惹得对方不开心 更把他拉回屋内痛殴一顿 监委的儿子被打到 左眼视力严重受损 只剩下0.1 去年就曾发生了争议 谈委纠纷暴打了居酒屋合伙员 事后对方撤告 因此公诉不受理 这回他又闹事意外让警方 针对黑帮分子大扫荡 受伤的他看见仇家被抓 心情恐怕也是复杂到不行 记者请到张世奎 台北报导